我叫李發編,中國國家舉重隊的隊員 因為我是閩南人 這麼多年過去了,閩南槍還是很重的 大家好,我是李發編,日當隊員 我也有一直在鍛鍊普通話 十四十,四四四,十四四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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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吧 其實當時的話就是教練到學校裡面去選吧 自己當時的話啥都不知道,就去練了 然後自己慢慢的就是喜歡上這個職業了 我手骨的話,這兩個骨頭有一高一低 然後這邊就容易破 但是這個破的話也沒有什麼關係 習慣了 作為運動員這一塊的話,疼也就疼唄 對於我們運動員來講,舉重很枯燥 但是自己的話,其實是比較耐得住寂寞的 枯燥對我來講的話已經形成一種習慣了 自然嘛,變成自然了 舉重的話是咱們中國體育的一個大象 也是金牌之象 中國力量勢不可擋 很崇尚能為祖國嘛 然後去拼搏去爭光的那種精神 第一次獲得冠軍的話就很早了 那個非常非常的小 當時拿冠軍的話其實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但是一看到父母很開心 自己也會顯得非常非常的高興 我是2012年就有幸進入國家隊的 第一次代表著中國跟國外的友人這樣比賽 非常刺激 然後也拿了冠軍 印象中最深刻的一場比賽 就是那個試行賽 自己從56升到61公斤級時間比較短 要舉出一定的水準 然後去贏國外的選手 很困難真的很困難 我是屬於那種比較專注的 在賽場上響鈴了 我也是經常聽不到的 打一個下的手勢 我才把槓鈴給放下來 我站在領獎台上的時候 升著五星紅旗 就感覺知足了 這些付出值得 在領獎台上響鈴了 取重真的很苦 能取得冠軍的時候 壓力還有那種付出 就一下子四難了 網友的話通常都很冰神 但是我認為 我可能就是 取得一點小成績 我還是一個小螞蟻 很多地方都是比別人差 我覺得我是要低調點 遲遲沒有完成了 那只有奧運會了 真的就只有奧運會了 因為小時候就開始 有一點思想的時候 就是以奧運會為 一個理想 一個目標 東京奧運會的話 其實自己的話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 想要去參加 我設立發兵 來自中國國家舉重隊 呀 我設立發兵